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我是屏东市照会的罗承敏慧姊妹 菲利比书三章十节 是我认识基督 并他复活的大能 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 磨成他的死 未尽九年班前 我是个反小又爱面子的人 在传福音的世上 总是能逃就逃 能躲就躲 珍珠的构成 以及留在基督的死里 这些真理我都读过 也都知道 但就是没有真实的经历 在上学期福音开展前 我心里焦虑烦闷 忧愁恐惧 因为我很怕出去传福音 我甚至求主让我生病 好借故请假不去 但主借着教师对我说 你愿不愿意留在基督的死里 你有没有留在基督的死里 从叩门传福音 就可以试验的出来 这句话大大的光照了我 于是我在祷告中向主认罪 并且顺服 这时烦躁的心就立刻平静下来了 在第二学期的福音开展时 凭着基督复活的生命 在我里面运行 我不再忧愁恐惧 既能在喜乐和享受中和同伴们一同出去叩门 放胆传讲人生的奥秘 感谢主这一年 不论是在云林刺童乡 或是在嘉义水上乡的开展 基督的死 是我甜美奇妙的住处 基督的复活 是我得胜的经历 感谢主 壮年般的训练 使我对基督的死 有了更主观的经历 毕业后 求主继续加强我 与他同死同复活 并操练自己 做神福音 勤奋的祭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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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